熱戀中的蔡依林 昨晚帶著病戎 開著藍色鈴致愛車 去做指甲彩繪 對於記者上前關心她的情況 她一邊咳嗽 一邊笑著發牢騷 有點感冒嗎 對你們感冒 其實九零對媒體感冒 是因為她很難磨 Vivienne的VJ鏈曝光後 備受矚目 短短兩個多月 兩人急拆媽輪番被追逐 讓她四次冒火 首先她會愛想其招 租車談愛 隔天就被一集娛樂抓包 伎倆失敗很火大 接著蔡馬到巨蛋看將會的演唱會 被瘋狂追問Vivienne的看法 閃躲不及甚至頭撞玻璃 讓九零再次發火 不到兩天VJ愛香水演到健身房 媒體棒打鴛鴦 VJ各自狼狽落跑 又讓她氣很大 直到上週六 VJ又被拍到深夜與蔡邦打球 媒體閃光燈逼近 再次中斷玩愛兴趣 最後還被寫成高調談愛 讓她抱怨連連 媒體有點不太公平 因為其實我沒有 是你們來跑來追我的 我沒有 我覺得交朋友是很正常的 然後 就大家太過於 關心會是一種壓力 除了要求談戀愛的空間 九零今早到校園教跳舞 談到VVN被媒體追逐 被拿來和舊愛周杰倫列表做比較 無論名氣收入都有著天壤之別 連VVN出席時尚活動快閃都被批評耍大牌 她戶外心切地說 我覺得每個人不同的特色跟個性特質 因為在這演藝圈可能會把你的名利放第一個 那我覺得個性很重要 至於VVN她在香港的工作結束 已經回到紐西蘭家中休假到25號才會回到台灣 這期間九零是否相思難耐 還想隨便男友家鄉見公佛 她否認 最近還在忙碌的工作 然後準備演唱會 所以不太會有這種計畫 一電視採訪報導 喔 弟兒 九零真的好愛你喔 有你們在 天知道能好多久 喔 喔